家人们恋爱脑的男生真的一个鼻子惨 我本以为哭得抓马链踪力 最扎心的莫过鱼 双胞胎弟弟当面深情表白他 而他却当面表白双胞胎哥哥 结果万万没想到 离谱的还在后头 作为快乐小狗的rapper男 二热能 第一天的他便是小屋里 所有女生公认的理想型 而作为人气王的他 对辣妹学霸夏英哥各种上头 晚餐的真心话大冒险 他与女夏英哥更是双向互投了 对方是目前最有好感的人 而当晚的心动录音环节 女二小吴却主动要求他 男二热能却是当众果断拒绝了 结果好兄弟十七草 却出不及防告诉他 女一下英哥今天把心动录音给了他 而得知此事的快乐小狗却表示 最后直到重听录音 男二热能才意识到 自己以为的双向奔赴 只是一厢起营院的欢喜 作败的他为此寻求各路办法 所以遭受扎心暴击的悲伤小狗 最后能够成功追到辣妹学霸马 下一期的抓马 我们有缘再见吧